歡迎回來世新新聞的現場 江義智文案國小推動國際教育 為了要讓學生可以了解不一樣國家的文化 在13號特別邀請來自一年的三位留學生 用四年級的學生介紹一年的文化 包括固件、學衷、樂器和實物 當時也來幾位在一條街的沖關活動 讓學生在在活動當中發起學習 當時可以了解、競爭到不一樣國家的文化和生活 有三位來自印尼的留學生 用四年級的學生電視當地教授民眾的學生 還有印尼傳統的樂器 讓孩子對著競爭和國家的文化 有進行進一步的了解 這是江義智的文化國小為了推動國際文化 所以特別幾位的教學課程 希望透過實質的體驗 讓孩子自小孩可以了解到不一樣國家的生活和文化 這三位來自印尼的學生 他把印尼的服裝、語言、樂器還有食物 布置像一條街一樣 讓孩子能夠跨越國際的街去看見不同的文化 我想這個部分的活動 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孩子能夠看見不同的文化 能夠學習去尊重不同的文化 接下來他要珍惜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 有機會我們也做透過了國際交流 把我們在地的文化跟世界文化做一個交流 那我們希望的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夠共好共融 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這一次為學生孩子介紹 確定的三位留學生 本來自印尼不一樣的地区 三的人是來跟台灣讀書這麼學生 因為印尼本身也是在台灣文化的國家 他們真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文化交流 和台灣的孩子會向來渾身地下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帶來昂克隆呢? 因為昂克隆他在印尼有30年了 然後在昂克隆是有被UNESCO來存在的 因為他的特別是他叫昂克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聲音是KLONG的 所以他會叫的昂克隆 他對那個聲音來去介紹的 然後跟其他的樂器一樣 他有八個音 但是他的特別他是做法的用竹子嘛 對他用竹子 然後每一個竹子都有每一個的特色 像他們都不同的聲音 然後如果我們玩這個 像我們的獨立日 八月十七號我們會玩這個樂器 來代表我們的非常非常很特色的樂器 為了跟今兒子的記憶 學校也會幾位參觀華東 配合介紹一年的十月 安排由學黨現場實際來製作 豐富文化體驗 也讓孩子在在快樂的學習過程當中 了解不一樣國家的環境和新聞 水星新聞 豬甯順 翁秋生 嘉義智 蔡英國東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